8月11日中國寧波舟山港確認一名貨櫃碼頭工人病毒檢測呈陽性後 宣布它轄轄的梅山港區採取封閉管控 暫停所有貨櫃進處提令 而舟山港是中國最大的貨運港 外界擔憂這波疫情恐怕進一步衝擊舟山港的外貿航運 之前 舟山港因為受到疫情 颱風和多方面的影響 貨櫃已經出現嚴重湧倒 根據中共交通運輸部的信息 2020年寧波舟山港貨物吞吐量是11.72億噸 連續12年保持全球第一 貨櫃吞吐量是2872萬個標準櫃 繼續位列全球第三 11日租到封管的梅山港區 貨櫃吞吐量佔寧波舟山港的20% 根據信德海線網報導 梅山碼頭已發布通知 宣稱因系統故障 決定在11日凌晨3時30分起 暫停所有進題貨櫃服務 恢復時間寧行通知 綜合大陸媒體報導 11日下午 寧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當日發布通告 說梅山港區一名34歲的余聖南工人 11日凌晨檢測結果呈陽性 官方說 目前已查到245名密切接觸者 余聖南工人曾接種過兩劑疫苗 是寧波梅東集中商碼頭有限公司的 外籍貨輪貨櫃捆扎工 平時因工作需要 需要住在舟山港區 金創工業園區的集體宿舍 官方說 袁某發病前14天沒有境外國內中高風險地區旅居市 沒有確診海宜病例接觸市 但與外籍貨櫃船員有近距離交集 目前 寧波當局將北輪區白峰街道白峰村蔣澳致源村 梅山港區金創工業園宿舍定為封閉區 白峰街道白峰村蔣澳周邊雙輪自然村 封閉區外的梅山港區定為封控區 教閒區 村蔣澳村蔣祥